一直到我到北京访问 见到他的学生黄念祖老句子 黄老句子劝我 发誓你在全世界弘扬无量寿经 你应当提倡啊 敬重学会啊 我说那好这附带的 于是每一个地方讲这个无量寿经啊 都在那个地方成立了敬重学会 其实敬重学会啊 就是从前古老的联系 跟联系的性质完全相同 每一个敬重学会 都是独立教学的机构 我们当中彼此互相有帮助 但是行政人事财务 各个都是独立的 没有统侠 没有组织 这样我们才心安理得了 真正是一种道义的机构 做到后足后足 来推动佛法的教育 实现第三条 不协议 这一条关系非常非常重大 因为今天整个世界的动乱 根本的原因是家庭 能力教育 专失掉了 专失掉了 古时候 对于家庭 教学比什么都重要 因为家庭 是社会 基本的组织 家庭出了问题 家庭出了问题 社会就会动乱 世界就不会和平 家庭的核心 家庭的核心是夫妇 夫妻好和 家庭好目 社会安定 天下太平 关系太大太大了 所以这条戒律 非常重要 务必要遵守 不遵守这一条 这个罪过戒罪 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不是你一家的事情 应不宜 你对社会 安全有责任 对世界和平有责任 夫妻不和 社会动乱 天下不太平 你有份 谁造成的 你造成的 这个道理 发现的人不多